记者蔡舒元台中报道,坊间盛传,吃番茄,南瓜子,蔓越莓或是寒心食物,可治疗社护肥大,但医师澄清,社护腺肥大是荷尔蒙长期刺激社护腺增生,没有任何饮食可预防或改善,除非没有男性荷尔蒙,目前疗法有药物或开刀。 台中荣总密尿科主任邱昆元指出,目前研究出番茄的茄红素是可预防社护腺癌癌,但不是社护腺肥大。 男性从20岁起,男性荷尔蒙就不断刺激社护腺生长,社护腺增生日积元累,造成肥大而阻塞尿道,出现排尿困难,长期尿质流,会引发密尿道感染,严重会膀胱结石,甚至影响肾功能,引发尿毒症。 邱昆元说,南瓜子被认为会抗氧化,寒心食物像母粒,可促进细胞活性,而能预防或缩小社护腺肥大,都没有科学根据,而且曼月梅是预防密尿道感染,也无助改善社护腺肥大。 曾有门诊患者听信茄红素可改善社护腺肥大,就一箱箱买进番茄汁,不喝水,却把番茄汁当水喝,结果是受番茄汁含糖分多,造成血糖太高送机诊,已经罹患糖尿病,社护腺肥大也没缩小,得不偿失,甚至还传出,平时不经防会得社护腺癌,行房太多会社护腺肥大。 求昆元澄清这些都是谣言,社护腺肥肥肥次数,性伴侣多寡都不是原因。 求昆元强调,根据统计,70岁男性有70%有社护腺肥大问题,80岁有80%,随炎脊增长或是代谢疾病,饮食等问题,发生率愈高,但没有任何饮食可以延后或减缓改善, 只是每个人可能因体质会延后或提前产生症状,这与荷尔蒙分泌及荷尔蒙接受体,在社护腺的反应有关,社护腺肥大症状包括贫尿,急尿,夜间需起床小便,排尿变慢,排尿中断,排尿用力,解尿不前进,如果有其中两项就应就医。 邱昆元说,目前患者有八成患者服药能达到缓解,但如果治疗效果不佳,或出现尿质流等并发症,就要评估手术治疗,千万不要逃避治疗。